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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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真的要换老师 为什么要换老师 其实很简单 很多人说 老师你起来的是亮吗 没有 我只是要跟你讲一个事实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很多财经节目 对吧 那你看那些财经节目 为了什么 老师要名牌 我知道你要名牌 我知道你要名牌 可是很多老师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讲的名牌 漏漏等 这个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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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赤族群 这个赤族群 你算一算 你只捡你喜欢听的听 对吧 所以如果你去年 为什么都没有赚到钱 因为这个也好 这个也好 这个有人讲 这个也有人讲 现在涨上来的都一定有人讲 现在涨上来的一定有人讲 对吧 今天涨上来的一定有人讲 从来没有人告诉你 买得到的时候 对吧 去买嘛 所以重点来了 你今年要学的第一件事情 要赚大钱 我知道你在中午休息时间 你也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 不过你想一件事情 你说你有没有参加那个聚会 喝酒 聚会有人会喝酒 那喝酒会闹的 会吵的 固定就是那些人 为什么 因为你过了几年 再跟他喝 他还是会闹啊 就像股票一样啊 贏钱的就是贏钱 不贏钱的 你还给他10次机会 他也不会帮你赚钱 所以要早会赚钱的嘛 那给你的股票你买就对了嘛 老师啊你放这样 我们一看就知道啊 这今年主公股嘛 我从去年就开始讲了 去年就开始讲了 九月就告诉你啦 九月涨了一小波跌下来 到37块1 我还是继续讲啊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要的是主流 你要的是翻倍嘛 对吧 今年2024年啦 你想不想翻倍 想不想翻倍 你就继续这句话就好 你就拿就好了 对吧 你今天在吃饭 你突然看到 那怎么样拿阿德的股票 最简单的啊 刷下去就好了 这个都给你验证的啊 这不是送一次啊 送八次 送八次 你像安果 安果 我从四十块 对吧 从四十块 10月24号去年 就开始送你 送几次 超过四次 超过四次 到现在为什么不卖 来 我给你看这个 其实很多人在讲说 是 我们要的是什么 标古嘛 要标古嘛 来 这个是阿德的官网 我希望你 把它加入 为什么加入 因为阿德从来 我在我的官网 每个人都看得到 我在讲什么 每个人都看得到 今天是2月16号嘛 对不对 没错吧 我写什么 每个字 每一个字 通通没办法创改 我从来不会从中间就 跳一段给你看 比如说过年前 来 我们来看一下 镜头先不要动 没关系 譬如过年前 过年前 过年前 我请问各位 我给你什么股票 过年前 过年前 来 你有没有看到这些数字 我们把这些数字放大一点点 放大 让大家会看得到数字再大 没办法啦 好就这样 你看到这些数字 它写了什么 有2 有4 有6 有5 对吧 你看到这些字 有美 有利 有台 有湾 美利台湾 2465 这能改吗 不能改 那几万人在看的 对吧 所以我说 你今天啊 如果第一个加入的 第一个加入 我跟各位讲 你如果第一位加入的话 我给你special 刘老师 老师要入会吗 不用 我给各位证明 你一下啦 来 这个我把它遮起来 最有个数字 我把它遮起来 如果你们放大看 3 3 所以等一下 如果加入的是4 对吧 加入的有special 我有跟我电视机前面 所有的人讲 如果等一下 你加入阿德的line的 第一个有special 因为我跟你讲3了 4的那一位 对吧 就有special 好来 我们来进入今天的正题 很多人说 今天的行情不能做 我说可以 为什么 看报纸吗 不是 报纸这次是写昨天的 这不是写今天的 所以你看到标题就好了 你看到标题就好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到标题 你看到这个 就说那是写昨天的 为什么 因为今天开平高 打下来 收黑 我老师还没有收盘 盘小红可以吧 可以啦都可以啦 重点是什么 你如果看这个 你昨天一定有人冲进去 今天也一定有人冲进去 对不对 对吧 你昨天冲进去也好 今天冲进去也好 都错 为什么错 因为你买的股票 昨天很多涨停满的股票 你如果买了 今天都跌下来了 对吧 譬如世新 还要我讲吗 力望 还要我讲吗 昨天很强的 对吧 昨天很强的 通跌下来 可是强的还是强 强的在哪里 在阿德的股票里面 在阿德的股票里面 我讲这个其实不是在炫耀 其实不在炫耀 因为你如果读阿德的讯息的话 阿德不是在炫耀 你来看 我们来看这最后一则好了 安国 对吧 对吧 加码瓜丹 不改啦 就算你赚三倍 也一样一张不卖 对不对 来 再来看这个 这一则的讯息 狂赫 3228心理科 对不对 对吧 冲出来 对不对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他是中美贸易战的受贿者 对不对 没有错吧 我相信现在很多老师就跟着阿德讲经历科 对不对 没错吧 来 我请问你 你经历科 如果是阿德的会员 我现在问阿德的会员 或者你加入阿德官网的话 我是大家说什么 还在涨 对不对 还在涨 还在涨 你看这则消息 是不是还在涨 还在涨 不管你赚三成 还是三倍 都等阿德的消息 你不要自己操作 很多人说 老师 真的要杀杯吗 所以你看这里 你看这里 我们来看这里 那两个字 我讲多久了 那两个字我讲多久了 讲好久好久好久 好久了嘛 好 那还有没有 一定还有 今年是2024年农年的 是农历年以后的开始嘛 对吧 没错吧 第二天而已嘛 第二个交易日而已嘛 农历年的第二个交易日嘛 连续两根亮灯涨点板 开盘就收盘 开盘就收盘 对不对 对吧 我请问各位 你看到阿德的电视 还是网路 是不是阿德第一个讲的 是 第二个 我有没有教你买 有 第三 我跟你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讯息 你都忘记了 我从去年第一次告诉你 他涨上去 又拉回来的时候 我还是在告诉你 一件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 我当初是怎么讲的 好不好 来 我当初是怎么讲的 很多人说 阿老师 很多很多老师都涨停满 我告诉你买 涨上去拉回来 我告诉你什么 涨上去拉回来 我告诉你什么 来导佛 看一下 VCR 重点是什么 我跟你讲利台 你不要小看他 你记住就好了 你不要以为他拉回来 你会说 阿老师你不行 要赚一点点 你看 你不卖拉回来 对阿三十六块 拉回来 三十七块都 你不行 你只在跟人家讲什么 讲那个什么 拉回来 你只在硬拗而已 结果你看今天 当时三十几块 今天亮灯涨停 113.5 我送了几次 送了几次 你有买的人 你可以看嘛 因为网路上 有人有嫁进来 有人没有嫁进来 所以你看这个 有嫁进来的人 都知道这一支是什么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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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笑其他的老师 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说现在如果你正在吃饭的时候 你再想一下 你去年为什么没有赚到钱 股票创历史新高 指数创历史新高 那你现在想要买什么 才有可能让你赚到倍数 你有没有想到这一点 我昨天一再强调 那有很多人 昨天啊 昨天就有很多人 超过221个刚好 221个 那我的尾数是3 等一下你试的话 我电视上的那个助理啊 都知道 只要一进来 第一个 第一个我特别 我带你做 OK吧 没问题啦 没问题啦 重点来了 为什么我一直讲历台 你看看电视上很多专家 在讲股票 都包一个族群 一个族群 都在包的 有嘛 很多老师都这样包嘛 对吧 那很多老师都在讲嘛 反正长一段了以后 他就在跟你讲 讲故事给你听啊 对吧 在经历科 现在一定有老师开始 要搭经历科了嘛 没错吧 一定很多老师 要搭经历科了嘛 一定跟你吹牛嘛 一定跟你吹牛嘛 可是在低档的时候 他都没有 在110块的时候 他都没有 可以买得到的时候 他都没有 然后现在跟你吹牛 他有 所以重点来了 我如果给你看这个 这叫大盘 这叫大盘 对吧 如果去年 去年涨了5000多点 没有错吧 那拉回来 很多人就怕嘛 这叫大盘 这叫大盘嘛 然后封关的时候 很多人都说上不去 所以说 大家都不敢报股过年 可是你想 想想看如果去年 或者是前年 你买的股票到报到今年 有的都四倍了 四倍 四倍 所以你看电视 很多人说 我是怎么 我的股票都不会贪 我问你 请问一下 如果你看到大盘 你如果股票 变来变去变来变去 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来转 这一段 你都空转 不相信的话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今天涨的 跟平常涨的 也不一样 有的一样 有的不一样嘛 好 如果你把这个 我把它 把它用上市上柜 加在一起 今天上的加速好多 对吧 今天上场的加速好多 可是跟昨天一样强的 很少 很少 那代表什么 昨天有的很强 今天可能就不强 昨天有的很强的 很少数的 今天续强 对吧 对吧 那你现在在看电视 你要什么 你要一支名牌嘛 你要一支名牌嘛 那我给你嘛 对吧 我给你嘛 你要来拿嘛 所以你今天来 我知道大家都没有时间 你来看一下 如果今天是2024年嘛 你的手机号码 有对众任何一号的 我送你喷骨 最烦的 我送你 有些人就有这种主意 跟你说这个 来 如果你只有看新闻 只看到表面 那真的 你不晓得现在在讲什么 很多人在讲台积电 台积电有什么好讲的 不然你有没有台积电 那很多人读到博士啦 读到做财经专家的很多 哇买ETF啦 买ETF要买半导体的ETF 那你买台积电就好了 干嘛买ETF 还要给人家抽手续费 管理费 对吧 每天的冷气钱啊 什么都算你的 他们的薪水啊 那个基金经理人的薪水 也算你的 对吧 所以你不要听专家的货 你听他得的话 我请问你 如果我现在送你两颗糖 两颗糖果 一颗10块 一颗15块 里面的一样 糖果都一样 但是这个15块的 我上面就 多一个包装值 漂亮的 所以他卖你15块 ETF 你要买ETF 15块 还是要买台积电10块 你都是要买半导体嘛 那我台积电加 加利基电卖给你好不好 15块 因为说傻的事啊神经病啊 台积电跟利基电怎么能比 对啊 那我买半导体的 这里卖你15块啊 因为我包装过了啊 我的经理人我要钱啊 经理人要不要钱 要嘛 要薪水吧 对啊 写报告要不要钱 要嘛 报仿客户 要不要钱 要嘛 通通要嘛 那个谁出的 你出的啊 所以说 你干嘛要买ETF啊 去销 不才买 如果你看好半导体 你有买台积电就好了 我不是叫你一定要去买台积电的 对吧 比如说昨天台积电大涨 对吧 涨了将近10% 对吧 对吧 不是把这个过年 大家放假的那个ADR的涨幅都涨回来了吗 是啊 所以今天休息OK啊 没有问题啊 要未来 你要买的是未来嘛 所以我要给你未来嘛 所以说什么是未来 这个叫未来 黄仁勋叫未来啊 为什么 因为阿德在讲黄仁勋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的市值才多少 一兆多 刚好突破一兆 现在将近1.8兆 约啦 约1.8兆 哇 以前连前 前十大都排不进去 现在已经排全市 美股已经排前三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看到什么 老师我买回答 哪有回答让你买 他们才可以买啊 桥水基金买啊 他一次加买多少 他加买多少 四百五十八 一次加四倍多 像毕露公原来买一张 接下来再买四百 四点五张 对吧 如果原来买十张就四十五张 如果原来买一亿美元 多加多少 四点五亿美元 如果原来买十亿呢 这个我不会算 所以你看到这个 看到什么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阿德在讲什么 对不对 你看这个就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他是巨人 有人在买 而且买很多 如果你看到这个新闻 你就看到什么 他也在买 灰达还在买 买什么 所以阿德 你看到阿德的影片 你如果看到阿德的网路 阿德很早就跟你讲了 灰达缺什么 他缺什么 就是未来整个大盘要涨的 所以为什么阿德跟你讲这个股票 2024年最标的是他 对不对 你不相信 来 我给你看 我昨天是不是送你一档股票 对吧 我昨天送你一档股票 我等一下开给你看好不好 我不要啦 还有下午的 好 那我送给你的股票 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很多人在问 跟一天有没有关系 没有 很多人都不知道 剩下五分钟而已吗 对 好 我现在时间怎么那么快 阿德讲太多废话了 我也是 因为你们要的 好 我就告诉你了 你如果看到这个 你就看到阿德昨天送给你的股票 是不是涨停板 是 你经常买 可以买得到吗 可以 可以买得到吗 绝对可以 这里面你都有看到 绝对可以买得到吗 可以 知道 好 重点来了 差一点涨停板 我下午的节目再开好了 我今天送给你 另外一档 刚才你有看到那个吧 对吧 未来回答 我先讲开头 你如果有兴趣的慢慢听 没有兴趣的 就赶快拿股票 你QR给我刷进去 我就送给你 我就送给你 QR Code在这里 有没有看到 有啦 抓好立台之后 龙年的翻倍股 我敢讲这句话 代表什么 我非常的有信心 我的信心不是 给你包股票 包一堆 就像立台一样 我没有给你包股票 包一堆 没有嘛 比如说今天的安国涨停板 对吧 今天的 你经历科创新高 我又没有变来变去 没有 神盾创新高 我又没有变来变去 没有 去偶科现阶段 你要注意啊 对不对 好来 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 你先把这一支标股拿到 这才是重点 等一下你如果有时间的 我再跟你分析这一档股票 为什么他可以翻倍 有很多人要听立台 有什么 阿德你听到 在这就开始说 这是未来的标股 未来的标股 你看立台 他在噴的时候 亮灯涨停 亮灯涨停 收工 好 有没有像这样 冲天喷股 有啦 一定有嘛 这是你不知道而已 所以说你要聊 你如果有 你现在加进去 刚才我就有听到 声音有人加了 第一个 助理 第一个加进来的 阿德有special 问他要不要 阿德亲自带他做 对 但是如果他说 阿德老师我只有 一二十万 那就算了 那你就看着讯息做就好了 就看着讯息做就好了 对吧 那如果你的资金还够的话 就像立台一样 就像立台一样 现在你突破两倍了 已经突破两倍了 216%了 对不对 从我送给你 已经216%了 好 现在重点是什么 辉达跟微软 刚才你有看到那一张 有啦 有看到那一张 很多人会说 老师我看不过 你看到这张 这是英特尔嘛 对吧 这是英特尔嘛 可是我要讲的是微软 辉达 微软终需再战 你不知道喔 这个高速发生在2009年 他们就打过一仗了 对吧 谁输 亏达输 所以他们终究再战 为什么 靠着AI 所以这AI的两条巨龙 有人说 老师那软硬体有关系吗 所以你要听下去 你要拿 你要拿 你拿了 你就知道说 为什么这一档股票 会是记立台之后的翻倍股 来我们先进一下广告 等一下回来 金龙飞天让你旺一整年 发财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页头顾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 全心照顾 028511 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二十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股 我战无不胜 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欢迎回到大现场 你拿到股票 你都很惊讶说 老师你怎么发现这些股票的 重点 只有一个 因为你如果了解 回答的心情 跟回答 以前在 它的成长的过程之中 它缺少什么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未来要补什么 股票市场跟人生差不多吧 人生例如说 如果我缺少诚信 我都会一直讲诚信 如果我缺少涨听板 我就一直讲过涨听板 对吧 缺什么补什么 对不对 所以说 回答在成长的过程之中 如果它的战役里面 你就会发现说 回答它要补足什么 本来以前它 它的 有一个叫 有一个叫D开头的 D ABCD的D开头 为什么华尔街 把它归 它的净值归为0 因为有人会看错 那有人会看对 看对了100分 看对了你股票 你的财富就会增加 那你看错了 你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在做股票 不要洗来洗去 不要变来变去 不要变来变去 我本来是要把昨天 因为我昨天送给各位的股票 你有拿到的人 昨天有很多人加入 那你如果在我的官网里面 真的 你有跟我 比如说加1加2加3加4加20的 那你都知道什么股票 你买的今天一定赚钱 因为它今天到目前为止 它是亮灯的 它是亮灯 到目前为止 它是亮灯的 所以说我只能告诉各位 为什么阿德这样乱活 只要告诉你 只要是好股票 我都敢保证 什么叫保证 这里叫保证 我那为保证 很多人都不晓得 冲天盆股 这样话叫保证 为什么 因为你们可以去验证 抓好 比如说 你有跟着阿德的立台的 请你抓好 请你抓好 但没有立台的 要向立台的 就要拿这一档 那为什么要拿这一档 赢得很简单 辉达跟微软 终需再战 懂吧 这是今天阿德要跟你说的 时间快来不及了 你只要加阿德的QR口 想要财富 大翻倍的 你拿就对了 就讲到这 如果你要听很精彩的 很精彩的 产业的 或者是产业的故事 那你要等到下个阶段 再来 见广告 金龙县瑞赫新春 168飞龙在天专案 金龙飞天让你旺一整年 发财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页投顾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 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 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投顾 全心照顾 0285113366 看全球财经台 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 您还可以这么做 网路影音平台YouTube 能上网就能看 而且免费 改变收视习惯 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公民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16号的 股市万得福 我是阿德 那我们很多人在说 要盘送节目 不要包名牌 好我不包名牌 我就今天讲产业 刚才产业 讲到一半 时间都快要来不及了 那让我 很多朋友说 我们就是要拿股票 好股票我就给你 你就直接刷赖 刷赖就有了 那我看一下 看有没有人刷 如果没有人刷的话 我就继续再讲 看一下没关系啦 耽误一下啦 用的是盘中的 真的有耶 真的有耶 谢谢谢谢 好 我们就继续讲下去 很多人想说 股票拿到怎样 你买就对了 我送你的嘛 对吧 我不要再画了 那你就把它记起来 我给你的 一定比利台 怎样 更喷的啦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很多人讲说 买股票要怎么买 买会涨的啊 什么股票会涨 蛮有人做的啊 什么股票会有人做 有人做还不行啊 这样 要很大咖的在做啦 对啊 对嘛 好啦 所以说我跟你讲这个 你大概就可以听得懂了 股票要有很大咖的人 认同才可以吗 多大 一亿够不够 不够啊 两亿够不够 不够啊 因为全市场 你要不要想全市场 全市场如果有几十亿几百亿几千亿的人在带 那就是一个趋势一个潮流嘛 没错啊 没错吧 不是单一个人在讲 比如说单一个人在讲 我就举例 比如昨天我讲细光子嘛 那今天还有那个财经节目那些名嘴 那个上台去连线的 那个还在讲细光子概念 不错嘛 因为他细光子叫什么他也不懂嘛 好我们就不讲那个 因为他浪费太多时间了 反正你不懂的人 他讲出来的你也不懂啊 对吧 啊你不懂 那你就去买了 当然你的股票就不会大涨了 那你如果懂产业 那阿德随便一提 那你就懂了 比如说 阿德刚才上个阶段讲了 就讲说我为什么要给你利台 为什么要给你利台 因为贵达的成长过程 跟利台相不相向 差不多啦 都在做显卡的嘛 对吧 那显卡以前在做什么 做采矿的嘛 比特币嘛在做采矿的嘛 显卡不是这样做游戏的嘛 这两块能乘级一个大帝国吗 不行嘛 当然不行嘛 所以 贵达他想到 也不行啦 所以他走学术路径 老师有帮帮忙 走学术路径 他就在做什么 高速运算 那时候在 在利鲁社 那个 一个很大的国家在做的 对吧 高速运算嘛 这一块 后来有GDP 起来 哇 发现说 原来高速运算的运用那么多 我现在跟你提到啦 没有人讲的啦 你听 你懂产业人 你听的就知道 我就跟你讲一件事情 未来所有 只要你企业 我不是说烂哦 像很多电视媒体都说 我AI起来 你们都没有工作 我说错啦 错了 不是这样 譬如说你要做软体的 AI起来 你做软体的系统整合厂商 一定有头脑的 你这头脑越来越多 因为头脑越来越多 你可能都不知道 阿德讲一个 大家都没讲过的 未来世界的AI就是这样 你只要开公司 不论 只要你中 麦工很小型 只要中大型 甚至上市柜 甚至跨国企业 你只要没有自己的AI server 你要垮掉 又不用混了 你说那市场大不大 大 很大 所以我为什么会跟你推荐这一档 为什么他会开盘亮灯涨停 为什么我昨天给你的股票 昨天没涨喔 昨天没涨喔 今天涨停 昨天有刷进来的 你有拿到的 是不是亮灯涨停 而且买得到喔 所以说我常常讲说 很多人都说 老师你有证据喔 来 我现在讲这个给你听 这阿德的抗讯 你看看就好了 神盾 他有没有创新高 立台 什么亮灯涨鈴 有吧 这是阿德第一通发的讯息 今天早上 8点57分 去年第一不代表今年第一 但是阿德努力保持第一 阿德努力保持第一 对不对 来我们来看金利科 再创新高 2月16号9点26分 你是我的会员 你看看 有任何一个字不一样吗 有任何一个字不一样吗 这现场节目耶 我不是在跟你报名牌 我是在跟你讲说 我带的会员现在的状况 来 对吧 狂合金利科冲出再创新高 中美贸易战的受费者 阿德多久之前说过了 百多块会什么说过 现在的金利科多少钱 现在五百多块 漲几倍 你自己算 所以我就说 你如果 就算你漲三倍 都不要笑其他老师 我知道现在有其他老师 会讲金利科 对啦 来 安果 有没有亮灯 今天有亮灯嘛 就算你赚三倍以上一张也不要卖 也不要笑别的老师没有 这阿德说的啦 这阿德说的 这阿德说的 我放在这里 连我那个 多发一个字 也有没有 也也 你们去对看看 你们的抗讯跟阿德的 这个上面有没有 一模一样 一样啦 如果多一个字 少一个字 连逗点都算进去 如果不一样 你来找阿德 对吧 好 重点来了 勇佑老师在标榜很厉害 对 我在标榜阿德的股票很厉害 很厉害 非常厉害 所以我没有时间再跟你讲 我有多厉害 你买就对了 我给你的 我给你的 就在这里 有干燥吗 这最简单的 你说刷QR Code就好了 这最简单的嘛 有没有钱啊 不用钱啊 不用钱啊 好我们继续来讲故事好不好 继续讲故事 为什么我会介绍这档股票 来 2009年 2009年 这是英特尔啦 我不是讲英特尔 2009年微软 微软告谁 告挥打 微软为什么告挥打 因为游戏的关系 微软那时候有出一个叫Xbox 很多人都知道 Xbox的那个 那个GPU谁做的 就是挥打做的 那挥打卖多少 卖300多块美金一个嘛 哇好好赚 赚实了 为什么 因为那时候微软给他的 大概就是他一整年的那个 营业额了 那个量很大啊 吓死人啊 后来什么 因为Xbox的第一代 什么 就延迟上市嘛 结果给那个什么 任天堂跟那个 索尼嘛 两家游戏公司打得一败涂地嘛 所以 那时候微软就说 不然你降价啊 因为大公司都是这样啊 为什么大公司都这样 因为你要靠我嘛 微软是所有的软体的霸主嘛 对吧 没有疑问嘛 全世界将近90%都在他的市场啊 当然他是霸主啊 对啊 所以他叫你降价啊 结果我回答说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 他为什么不要降价 我降价我就没利润啊 我不要不要不要 因为他打开供应商看 那个微软一打开供应商说 我一台 我那北美他定价299美元嘛 他降价嘛 因为大企业都是这样 我要打死你 我就是一直降价一直降价一直降价 打死你打死你 打死你 你小公司就不行啦 所以一定要降价 不降价也没办法生存 一降价就被打死了 所以回答说我不要 所以他以前 黄仁勋在那个华尔街被认为是最任性的乙方啊 甲方乙方 他定期约甲乙方 甲方乙方啊 被认为是 我不要降价 不要降价他告你啦 告你那就完蛋了 就官司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回答差一点倒下去了 后来就和解嘛 和解啦 和解就开始做做做做做 那个故事就很难很多啦 那后来他也跟那个 那个英特尔就 就也有官非嘛 然后跟那个超伟啊 现在他的竞争对头死对头 超伟有抗争嘛 所以他的崛起的过程之中 你会发现他只要缺什么 他就一定要做到 所以现阶段你看他以前的 英特尔跟 跟 回答又是另外一个故事 他告他的时候 英特尔的市值啊 是那个微软的 六十倍呢 六十倍呢 如果以今天啊 有今天 以今天来看啊 回答 跟英特尔 英特尔现在的市值 大概是回答的十分之一左右 约啦 我差多少 之前一间大公司你回答 我是你的六十倍 现在 回答 是这一家公司大概十倍 所以我给你的股票你想一想 你如果 很多产业你 你不懂 你就 没办法去选 你就会怎么样 像很多老师一样 就没办法连线 大家说 AI啦 伺服器啊 也很好 所以你要伺服器 那如果 散热再涨 啊 你就要看技嘉啦 我告诉你技嘉 全市场我第一个讲的 你不相信对不对 你去看网路 全市场我第一个讲的 那重点不在这里 很多人不晓得 为什么技嘉可以涨 广达为什么不能涨 为什么技嘉比广达现在强 因为你们都不知道故事嘛 我就听一个故事 我就告诉你 譬如说 黄仁勋来台湾 去参观公司 他会跟技嘉说 不然你这组 会研究人员 这组 来我美国 假设啦 他会这样讲 对其他公司就没这样 这个你不知道嘛 好啦 就随便说说啦 题外话 重点 你要探紧嘛 想要大富大贵的人 一定要知道内容 内容 有没有说 老师阿 你要说内容 我不是 没有 没内容 我说内容 内容 内容 内容很重要啊 不然我跟你讲 这种公司 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老师阿 跟美超委有什么关系 利台跟美超委有关系啊 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啊 没有没有 那美超委他有亲戚 在私募的时候 就要进入利台 然后呢 你也不知道啊 所以你不知道的人 你不敢买啊 你三十几块不敢买 现在一百多块你更不敢买 对不对 利台啊 你一百多块你敢买 就像安国 安国四十几块你不敢买 现在两百多块你敢买吗 如果安国今天涨停板是两百零五 两百块 两百块 丁五毛 你敢买吗 你四十块不敢买 很多老师都想说 他有安国 问我請问你有四十块的安国 好啦我们退合求新市 你有旗二百的安国吗 我有 有老师是你有 還是你的会员有 我的会员有 我没有啦 我没有 我私人没有 我的会员有 老师你不懂我买讲 现场节目我不懂我买讲 乱讲会被罚 如果我的会员说 没有我们这个老师没有在电视 我买讲的被罚 我有啊 老师你经历课有赚两倍三倍的 有啊 我有 普通的会员都有 赚超过两倍的你有吗 你没有来拿这一支 你如果没有你就来拿立台 这样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啊 你如果有那很棒 非常棒 为什么 我再来讲一次啦 如果已经讲很多了 去年知道阿德的人讲很多的 我们就不要再讲了 我们讲今年我第一档推荐的 如果你没拿到立台 我第一档推荐是不是立台 老师你欧白讲 我第一次看你的节目 这几天而已啊 拜托过年前送的 这一次呢 那也很近啊 这一次呢 五字头的哦 这支呢 哎呦 刚好五字头而已 这个呢 哎呦 五月二十二 可以买得到吗 可以啊 他要两倍的超过 他要两倍超过啦 九月二十二 九月二十二 对不对 我才说啥 上一段我放VCR你有看吧 他拉回来的时候 我还跟你讲说你千万不要小看他 他拉回来的时候 我还跟你讲说你千万不要小看他 你明年就知道了 啊就是今年 就是今年 那我跟你讲的时候 几块钱 三字头 现在的厉台 阿老师阿你任何人的公立有的 我讲你没有的 准备要有的 对吧 就是这个 对吧 准备要有的啊 你厉台有没有 他说有啊 卖掉了 安国呢 有啊 卖掉了 神盾呢 啊 卖掉了 你都为什么会卖掉 你为什么会卖掉 你如果跟着我 你绝对不会卖 对吧 为什么不会卖 因为阿德跟你讲的 不是什么什么基本面 不是什么筹码面 不是什么王子面 不不不我不能讲王子面 不是科学面 哎呀不行打广告 不是什么面 什么面都不是 我只跟你讲什么 产业 趋势 趋势最大 股票市场 除了什么 除了上帝以外 天空白亚以外 谁最大 趋势最大 趋势对了 你要抓住 你有没有买过游戏股 去年啊 有没有买过生技股 去年啊 你有没有买过 那个什么 旅游股啊 饭店股啊 也好像都有 为什么 因为只要他们在动的时候 就有老师说 我有掌听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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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跌了 都没有 都没有 只有一个人不一样 只有阿德不一样 阿德跟你讲什么 AI 去年跟你讲什么 AI 前年呢 年底呢 AI 去年AI 今年AI 哎哟老师啊 你讲AI 去的都你的 是啊 而且都是我第一个讲的 都是我第一个讲的 所以说你要不要买 所以说 你想想看喔 我想到这里 你一定会心里说 你心里怎样 很痛 我知道你在痛什么啦 老师阿 你讲的安国有买过啊 老师你讲的标果有买过啊 你有买过有什么用 你要有赚倍的才有用啊 老师我有听那个老师讲过啊 听那个老师讲过 你说电视也切下去 电视打开 看那个年线的老师 所有的涨上去的 涨停板的 快要涨停的 他都有讲啊 到底他有买吗 你有吗 老师阿 我追你了 追了咧 譬如说昨天啊 你追进去了啊 今天没涨啊 砍啊 何必咧 买这个副做多好 对不对 就像我要跟你讲 利台 看到利台多爽 多爽啊 你看到利台多爽啊 这三十几块呢 这买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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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老师啊 这个买得到吗 可以 买得到吗 可以 第三次送的时候买得到吗 老师可以 这个买得到 老师可以啦 你不要再讲了 好不要再讲了 我只要告诉你 你今年喔 你没有利台喔 你会伤心啊 你会伤心啊 你会想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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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师我不要哭啦 那你就买这一档 昨天 昨天有拿到阿德股票的 下午啊 阿德的节目你来 我会开 跟你跟你拿的是不是一样 是不是亮灯 是不是亮灯 我就跟你这样讲嘛 这个是盘中节目不能乱讲的 是不是亮灯 是 你如果早上开盘的时候 刚开始 到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你买 有没有赔钱 到目前没有嘛 对不对 好 那你买就对 阿这支你要不要买 要买很简单啊 要不要钱不用啊 你手机2024年 今年2024年嘛 你任何手机的号码 有任何一个号码 有对众 我就送你喷股 冲天喷股 我送你这一档股票 很多人说 老师 我的股票已经听你了 我利台已经全押了 中押了 那这一档呢 那你就不要买了 老师为什么 我两支都要买 不行 做股票不用边来边去 你利台有 你就抓好 你就抓好 就抓好 就听我的话 听我的话 拜托你听我的话 那如果没有利台的 那年后你就拿这一支嘛 熔年的翻倍股 为什么翻倍 阿德刚才故事已经讲给你听了 不要再重述了 因为时间快来不及了 回答跟微轮终需再战 老师啊 微轮是那个软体的拒破耶 回答能跟他拼吗 你说呢 不然刚才我给你看的那个讯息 你都没有看清楚 所以很多人都说 老师你都会有先预告 对阿 不然我为什么要画的乱七八糟 这个叫预告 就像我过年前 我为什么会在上面写字 这是我灌往里面喔 照下来然后上面有字喔 有字喔 你竹起来就是利台喔 代号也是利台喔 没有其他的喔 对不对 阿所以赚两倍是正常的 来 拿快点 滤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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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滤下去滤好滤好滤好 想要财富大翻倍的拿就对了 进广告 金龙县瑞赫新春 168飞龙载天专案 金龙飞天让你旺一整年 发财专线 0285113366 0285113366 顶页头顾 全新照顾 0285113366 511-3366 全球彩晶台开始 我在股市打拼20多年 我靠的不是免质 我靠的是专业 黑马波段 精选标普 我战无不胜 功能不可 你的新人生 股市万得福 关于在现场 很多人都说 老师 你就没整支股票 是呀 我没有几次股票 老师 你会员等级有几个 不会有像其他老师 十几个等级 没有 我只有六个等级 最多的三档是五档 现在目前持股最多的是四档 最少三档 如果老师有没有赚倍的 很多 很多啊 你看就这几档股票啊 所以我要给你一档股票 我会带你进 带你出 这很重要啊 那你如果错过了利台 如果有利台的 我现在讲哦 你如果有利台 你要抓好哦 你要拿好哦 你要拿好哦 如果没有利台的 来 来拿这一档 冲天分鼓 还想说你赚 涨停板的嘛 那个才有用啊 股票不会涨停板 不会创新高 不会创历史新高 你刚才看指数创新高是什么 所以你要有啊 想要发财 要赶快来 祝各位操作顺利 下午见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估并自负投资风险